外媒镜头下的中国军人都这么帅的吗 我的妈呀 这种一阵一邪的压迫感帅的我GP疙瘩都起来了 但你可能想不到 西方媒体拍摄这组照片的真实动机 却是为了故意抹黑中国军人 他们刻意将红色的国旗披得格外血红 将深绿色的军装剔成黑色 整个画风采用暗黑色系来表现中国军人 甚至还特意为作品取名为《帝国的黎明》 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也很简单 就是想用这种窒息般的压迫感 让我们对中国军人产生恐惧 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本意黑化兵哥哥的P图 却意外得到了中国网友们的集体喜爱 只因网友们觉得暗黑色系的风格 能更加突出我国军人强大的意志和战斗力 看到这不少网友表示 你可以怀疑法新社的动机 但不能质疑他的相机 甚至有网友强烈建议把新兵征兵宣传片交的法新社来做 我想法新社要知道这件事之后 吐的鞋肯定也是鲜红鲜红的吧 其实帝国的黎明之所以能受到广大网友的喜爱 与我国战护局多年来的努力也是密不可分的 他们擅长伴猪狮老虎 从不会对外泄露军事机密 他们把万吨大区拍成公园快艇 航空母舰拍摄成补鱼小船 好不容易发个视频也是肉眼可见的敷衍 就比如下面这个中国战舰 好家伙 要不是这次外媒的布衣抹黑 平常还真没机会见到中国军人如此强大的威慑力 只是苦了战乎局 三年工作又白干了 得音